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杰新時代的頻道 我是劉文杰 日本的福島核廢水在昨天的時間 已經開始將核廢水倒入大海道 做他們的試行計劃 但是這個計劃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得不到我們世界各地不同國家和不同地方的人同意 連日本人說真的 和日本的官員都不吃這些是輻射的食品 你真是在玩東西嗎 甚至當地原來有些數據出現了 那裏患癌的比率是升了1000倍 不是1000% 是1000倍 我們稍後一起去看看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第二件事就是說 我們香港 是不是應該要 將這些 食品 複舍的食品 要好好的去把關 有人說 他們的計劃 或者核廢水會影響30年 我們是否應該要把這些食物 去把關30年才穩陣呢 有個 有個 沒甚麼才能的才子 圖 他就說 他就說 你們這些傢伙 真的想多了 你們吃不到這些貴的東西 怎會影響大眾市民 不好意思 吃不起的人是他 大家都吃得起 大家都會吃到 為甚麼 稍後 稍後 跟大家開估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正好留言 訂閱民意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按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做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大家就知道 福島的核廢水排海的計劃設施 就在昨天已經開始營運 根據日本媒體報導 他們經濟產業商 西村康念 前天跟福島園的代表會面 試圖就到核廢水排放計劃交換意見 不過那些計劃的代表 那些漁業的代表 基本上全部都是反對這個計劃的失行 更是批評日本政府應該要 聽取民意的訴求 他會面完之後 政府必須要聽從 這個漁業界的反對聲音 你們會否改變計劃 這個計劃 就會繼續進行 即是甚麼意思 意見接受 態度照舊 那 黃絲黑布為甚麼不反對他 要反對他 他先後就跟了幾個不同院的餘業代表會面 講述他們 核污水排放計劃的詳情 他就說廢棄福島的第一核電站的過程 這個排水是無可避免的 亦都是無可避免是掉到海裡 其實是找個湖泊 暈了水入就可以了 為甚麼不行 是不是 他會蒸發的 有的蒸發蒸發就沒事了 說真的 你們又說沒事 是嗎 總之他們就說 政府會 想盡辦法 去幫助他們 這班的漁民 搞定他們自己的生計 他說會順手諾言 你信不信 Sorry 你順手諾言 和別人信不信你 其實是兩回事 跟著 這個什麽西村的說法 他們那些漁業會的會長就說 民眾 是很希望 就是那個 核電站的東西 就不要丟下去了 說真的 表明了立場了 不過 政府說別無選擇 總之 他說會 聽取民意 但是不會改變 任何的做法 那即是怎樣 即是聽取民意 這樣真是叫做聽取民意 真是不知道 真是不知道 而他們 亦都在想著 他將水 丟到海那裏 未來日子會不會影響他們的子子孫孫 後代的生活呢 當然他們政府當然說不會 為什麽 影響到的時候 你都看不到 是不是 當然說不會 是不是 國際的原子能機構 IAEA 最快就會在這個月底完結前 就會公佈 核污水排放計劃的考察報告 但是 但是考察報告 這些所謂的報告 我覺得 造假都不是很難的 日本政府早前就說 會幫那些漁民 建立一些補償制度 包括投資 16億 去採購當地的 冷凍海產 還有28億的基金 去支持他們 開發一些漁場 你開發漁場沒用的 那些魚 在那些輻射水環境裏面長大 喝輻射水 游輻射水 然後撈上來的條魚是輻射魚 那你怎麽賣呢 總之 日本政府就堅持 堅持 排下去沒事的 怎麽都不會有事的 會繼續進行安全的宣傳 他不是 做安全的保障 他做安全的宣傳 大佬 死了 這個西村會後 亦都承認 基本上反對聲音 很強烈 不過呢 會繼續跟他們交流 不過呢 交流怎樣都好 他們就不會取消 核污水排海的計劃 但是說真的 我們中國 和很多其他不同的國家 都多次批評 日本是一意孤行 加速推進這些 核污水的排放計劃 這些是極度不負責任的行為 麻煩 日本是要 正視他們的國際關係 認真地去履行 這些國際義務 並且要嚴格 去 遵守一些國際的 監管才行 但是日本坐不坐你 本身這個民族 是一些 很頑固的民族 是沒有意義的 古代人 真的很難搞 真的很難搞 根據他們日本官方的統計 從2011年3月份 福島是事故發生之後 直到2017年12月 福島有4萬個兒童 之中有206個人 患了甲狀腺癌 比例是核災前 核災前的1000倍 而這種情況 未來很大機會 仍然會持續 東京大學最新的研究調查 就說 36%的日本人認為 吃福島的食物是非常之危險 韓國的朝鮮日報 東京分社 的社長 也都在G7峰會之後 贊文就說 自己認識的東京 朋友說 從來都沒有見過周圍的人 買福島的米來吃 所以福島那些東西 說真的 最終只會全部出口 福島產的 稻米 蔬果 動物 海鮮 全部只會是 鄉外出口 那即是怎樣 即是說 大家 基本上 都是有機會會吃到的 所以最後把關 一定是要我們香港政府的把關 城市大學的 海洋污染國家重點實驗室的主任也都說 排下去大海氣流裡面有很多的放射性元素 如果不小心吃了這些放射性元素的食物 會令基因受損 嚴重可以引致癌症或者不育等等 過去在事故地點裡面 居民都發生了 即是發現到一些 叫做患血癌 骨癌 那些的機會是高很多 他批評就是 日本的做法是極度不道德 說真的 這些福島東西 你留給一些 叫日本做鄉下的人去吃 要幫一下他們的鄉下 是吧 但我每日都是訪問了很多不同的日本市民 大部份的日本市民 都不敢吃這個福島和鄰近地區所產的食品 日本政府就不理國際的反對 一意孤行將這些核廢水扔到大海 其實 很多專家 很多不同的國家 很多不同的人士 都認為日本的做法極度不道德 甚至乎 將核廢水的排放年期 是要維持30年 可以說真是禍患 是深遠 所以其實我們香港政府如果是要 禁止這些日本的核輻射食品 去進入我們的境內的話 其實不只是要禁止30年 是禁止30年或以上 40年 50年 60年 70年 80年 甚至乎 永久 這些事情 很難說 真是很難說 其實2011年福島大利潔發生之後 福島是電廠的第一堤電站 基本上那個滲漏 亦都是帶有著一些輻射的廢水 基本上都是堆在海洋那裡 而重金屬輻射物質 色 等等會隨著食物鏈 傳遞到其他生物上面 食物鏈較高層的生物 會累積更加多的放射性有害的物質 所以認為東極電力公司 早前霸獲到那條 重金屬輻射 物質 色 那條超標的魚 並不意外 可能還會 存在著有很多這些情況出現 而 日本的官員說真的 他們自己 在一些售訪 或者跟人聊天的時候 他們自己都不敢吃日本福島的食物 對不對 拿福島的水給他喝 他也不敢喝 自己 他們都認為福島的食物是不安全的 他自己都知道不安全 為什麼要 扔出去呢 多爽不欲 密施於人 你就挖個湖 挖深一點 挖大一點 挪點水下去 有它蒸發 那就算數了 是不是 挪點水下去 甚至乎你 拿幾盞很熱的大射燈 射著它 讓它快點蒸發走 就算數了 是不是 有它蒸出去 什麼不行 都可以 他又不做 為什麼 會不會到我們旁邊的土地糟糕了 你找個廢字的地方就算了 你要承擔這些責任 真的沒辦法 真的沒辦法 如果這些式的食品 如果是 我們人類吃了 我們只能夠把部份的東西排走 很少部份的牌子 其他東西都會 進入了我們的骨 甚至乎其他的內臟 會是 在我們身體流傳 30年 50年 不知道多久 甚至乎有些有害物質 會令到我們的基因突變 癌細胞病變 患癌 不孕不育 等等等等的東西 很誇張的 還有一個問題是 海洋生物裏面 基本上 或者其他不同的地方 看到有輻射那些 那裏的人 很多人都是 第一 沒有辦法生育 第二 生育了之後 K胎的現象是非常之多 不單人類 動物亦都是一樣 日本人強調說 這些是核污水經過過濾 但問題是 有專家亦都認為 你過濾那些 你可能是 第一基因股上 第二你可能會停電 第三就是 你可能過濾得不清 第四就是 你可能過濾不了 那你怎麼知道 你說過濾了 你怎麼證明 其實他 很多東西都證明不了 是不是 他現在日本是沒有一個 長遠或牌坊 就是污水造成那些影響的 叫做燃油報告等等 全部都沒有 他說釘出去就釘出去 說真的 那麼 截至到去年6月30號 自從福島系事故出現了之後 福島縣 那些患癌率 是日本全國的 水平的幾十倍 而且比以前 增加了1000倍 是很誇張的 真的是 就是以前那個地方 沒有什麼人患癌的 但是之後 之後 突然之間飆升到 由全國 就是他們 日本全國的低點 升到幾十倍 甚至乎100倍 1000倍 去到高點 是太誇張了 那麼 有專家認為 最負責任的做法 就是把污水 排放到日本的湖泊 等它那些村 即是放棄物質 半需期 就是12年而已 擺12年 有關水源 擺12年之後 就可以再使用了 最好 日本自己擺 但是他們不行 負責任的事 日本怎麼做 是不是 他們現在排出海 基本上 對於海洋的生物 造成一些 估計不到的損害 而一層接一層的話 可能會影響到 食用魚類的人類 即是我們 而我們的 政府說真的 都算不錯了 真的 講到明會把關 當他們一排放這些污水的時間 就會立即 將他們 沿岸 沿近一帶 高風險的 水產物品 全部都禁止 入口 但是 水會流 那怎麼辦呢 那禁止多久呢 30年 他的排放計劃30年 但是他的影響可能是50年 禁50年 但是影響是50年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50年 可能是100年 禁100年 禁多久 真是不知道 真是不知道 但是有個友 Sorry 有隻友 有隻人 有隻人 有隻東西 叫做陶傑 人家說他才子 我也不知道有些什麼才 會考又不是特別高分 又不是有些什麼特別技能 出過兩本書 然後說一些 懶是高深拋入書包 又在不同的地方 發表過一些謬論 就當是叫做才子 OK 說什麼呢 他就說 在某電台的節目裡面就說 你以為那麼容易吃到這些東西嗎 日本那些海產 很肯貴的 只有那些 很高級的食店 米芝蓮那些 才會入口這些食材 你以為那麼容易吃到 你想啊 所以大眾市民 不要那麼傻 以為自己會吃到 不可能 不是 對呀 對大眾景觀很小的 你猜他收了多少錢 我叫你猜 可能沒有收過錢 可能 但是事實上是什麼呢 不好意思 因為文傑 都開過餐廳 私一箱 我有一些供應商 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 大家見過我 湯些和牛 私一箱 很多供應商 又問我拿不拿這個 拿不拿這個 那樣 他們日本的食品的價格 有10年前 好肯貴 去到現時為止 降到 好肯便 要拿日本這些的海產 食品 一點都不難 因為他們降了價 降了很多價 我之前都跟大家講過 就說有一個 就是 生蠔 福字頭來的 日本福字頭來的生蠔 我的頭這麼大 不是多少錢 20多元 批發價 你敢不敢吃 喂 是不是 高級的米芝蓮 升級的食肆 才能吃得到呢 一點都不是 現在開了那麼多日本超市 日本超市裏面那些壽司 那些刺身 寫到明 日本直送的 陶傑你是不是沒有看過 忘記了你走路去英國 你現在看不到 可能在英國 就很肯貴 在香港 一定 不是 陶傑 你不要裝 你自己知道很多東西 就是這樣 其實 你已經是一個 跟時代脫節了的 一個過氣阿伯 算了吧 你為什麼跟時代脫節了 因為你已經不在香港 你對香港的東西 你真是知道很多 你只是假裝知道很多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呢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明星 你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 明星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